中美大戰不僅只是在5G的戰場上 也在晶片的戰場上 而且晶圓戰場可能才是真正的核心戰場 我們來看到大陸最大的火箭 長征五號B 外船失控的原因 追溜在美國外海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美國就不給他晶片 我一不給你晶片 你的火箭就出事了 其實以晶片在火箭上來講 它可以說是一些非常重要 因為晶片直接負責它控制元件部分的控制性 也就是我今天地面上控制它 雖然說地面可以透過遙控 但是遙控傳導到火箭上之後 火箭上它還是要有相對應的動作 以像美國製的晶片來講 其實你看 我以前常舉一個例子 今天我們同樣是iPhone的手機 為什麼你用台積電的核心處理晶片 跟用三星的 一跑起來 速度就是不一樣 當然 所以就是說晶片的製程裡面 而且甚至於就是說 現在很多晶片是屬於這種編程晶片 也就是說它其實已經把那個程式 也就是它的那個程式 都已經預先燒到你這個晶片上 等於說你今天這個晶片 它做到火箭發射過程中 做到那個非火箭到達什麼部分的時候 它那個晶片要去控制它的那個 對 直接都燒在裡面 那當然像以這次來講 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就來講這一次 它是掉在哪裡啊 它這次其實是好 它本身的這個火箭發射任務 其實算成功了 為什麼呢 就是火箭你今天發射之後 從地面發射 它要脫離地球軌道 然後速度要加到 這個速度要加到很大 能夠脫離地球的引力之後 或者說至少讓它在同步軌道上 那個開始運行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它本身要 推送到地球軌道上的貨物 已經推送成功了 但是我們知道 像長征5B這麼大一個火箭 那你如果說今天 它很大 對 它非常非常大 那也就是說它今天掉回地面的時候 你要把它控制在一個 就讓它掉到一個無人的這個區域裡面 譬如說世界各國在發射這些火箭的時候 它這種燒剩下的火箭 它都希望把它讓它掉在地球上一個叫NEMO點的一個地方 NEMO點 這個NEMO點在哪裡來 其實是在紐西蘭跟南美洲的這個中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它希望它掉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等於說今天我這個火箭 還在地球軌道上運行到某個階段 我要讓它重返大計 然後就開始往下面掉 結果呢 現在就是它把那個它的運載的貨物 推進軌道以後 剩下的部分 它要比如說 假設說預定在繞到地球地體圈的時候 要開始啟動 然後要重返那個大協這個程序 結果對不起 那個時候故障 那個時候出狀況 那個時候故障了 所以就變成說 今天它沒有辦法讓這個火箭 讓它精準的掉在原先 它想要掉的這個NEMO點上 想不到掉到美國附近 加州外海 對 已經連續摔三架了 其實這次大陸它這個3月4月5月 它發射這個火箭來說 真的是1月初一次 比如說你看最早3月16號 它發射這個長征7號 長征7號 對其實大陸已經發射這麼多 任務失敗 這麼多年的這個火箭 理論上來講 經驗應該很多了 可是這三個月連三出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連三出問題 3月16號是長征7號火箭 對 飛行出現異常 任務失敗 4月9號 隔月長征3號已的火箭 在四川省西昌載送印尼衛星升空 不到50秒就爆炸了 對 5月5號是長征5號B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對 在完成任務之後 以不受控的方式墜毀了 在近30年來最大的 失控重返大氣層的物體 是近30年來最大的 失控重返大氣層的物體 因為你看像它以這個 長征5號這張照片來講 它上面所謂的payroll 就是我們說那個負載這個部分 這個有多大 其實大概你看 然後它最前面那個皮肩整流 叫裡面 然後最多大概到國旗那個位置 大概就那小塊 是要它把它送進這個 太空軌道這個物體 等於說它前面這個火箭 已經完成任務把它推送上去 然後這個但是 燃料對不對 也燒完了 那它等於在地球上運行之後 要讓它 我剛剛講 要讓它掉到那個泥墨點上 結果對不起 它不管是提前或是延後啟動 啟動的 都是沒有辦法讓它 預定掉到那個全世界 最沒有人機的那個地方 現在結果說 掉到那個 可能掉到有人的這個地方 或者說 因為你只要差一秒 晚一秒 開始啟動對不對 它那個墜毀的那個點 就可能跟原先所設定的點 差了500公里以上 連三罪跟美國不給晶片有關嗎 對啊 不止火箭 所有的軍武都要厲害的這個晶片 找誰生產 對啊 找誰生產 只能找台積電啊 所以為什麼美國軟硬間是呢 要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好 台積電在台灣有一條生產線 生產就是 最厲害的戰機 F35的FPGA 可編成的晶片 那現在 這個美國國防部認為說 兩個理由 第一個 你這個的話 在台灣生產 F35的FPGA 你保密沒有像美國做得那麼好 萬一被中共來竊取這個機密 大家想說你會不會想太多 還真的有 同樣是F35 控制這個花動機電路板的英國廠 居然被中國企業給收購 秘密就在給人家拿取 第二個 萬一中共對台灣封鎖呢 這條生產線就不要運作了 你就被切斷了 所以就叫台積電來美國生產 好 但是蔡總剛剛也談到了火箭 現在談到了F35 他們都用到可編成晶片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顆啟動晶片 這並不是只有台積電會做 賽林斯也會做 英特爾也會做 它為什麼非要台積電不可呢 那很簡單 這個FPGA的話 是賽林斯來設計的 但是生產還是要台積電的代工 那美國也可以說 我也有經驗代工 我一叫英特爾 為什麼不叫自己的英特爾來生產 是 哎呀 都知道 你那個技術還是差距 有一個落差 所以揮台積電不可 你假如說 隨便換英特爾來生產 你良力不高 你又這個製程又不好 到時候會耽誤這個重要的 金五晶片的量產 這個就是最現實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我們回來講F-35 像F-35這樣的飛機 那是要非常精密的 對啊 因為你看 它這種所有東西 它現在F-35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完全 就是沒有什麼傳統 它是現在地表最強的戰機嗎 基本上來說 航電設備來算 F-22是最大的 對 但是航電設備來講 F-35的航電比較 F-35是F-22的縮小版 F-22太貴了 所以它現在也不生產了 但是航電設備是F-35比較好 因為你看以F-22來講 它的那個飛控軟體 大概是230萬行 但是F-35到2300萬行 它又差到100倍 那你看像這個 你說要去跑那麼多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程式的這個晶片 你一定要速度非常快 而且像以F-35來講 它有那個主動電子掃瞄雷達 還有另外它其實 飛機上裝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叫光電徵收系統 在它基於下方的 那個東西提供它一個 飛行員什麼樣的功能 我們叫Burn Through 就是說你看 什麼叫Burn Through 你先我坐在那邊開飛機對不對 然後我腳底下應該還是那個 飛機的這個蒙皮跟座艙嘛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搭配上我的那個 頭盔顯示器 我往頭啊 往下一看 我這個往下一看的時候 對不起 我底下不是看到的是 我底下那個我的腿 還有我的駕駛感 還有我那個 它看到底下的景色 也就是說你看 它那個底下那個光電攝影機 跟著你的這個頭盔往下看 然後呢 把底下那個景物啊 完全就投射到 你這個頭盔瞄準的上面 所以如果下面是山 你看到山下面是海 對就等於把你的座艙底下那個 完全燒穿了就看到底下去了 哇 所以這麼厲害啊 對 所以F35沒有台積電不行啊 其實不僅只是台積電是 美國軍武非常重要的關鍵原件 同時台灣很多廠商都在提供美國軍武原件 對 騰輝電子 它F35 另外一個導彈衛星裡面的CCL CCL就是這個 印刷電路板裡面的材料 銅箔基板 這家廠商把這些 航太軍武的這些重要的訂單 都拿到了 那它的毛利率喔 大概去年是28% 今年低機已經上升到30% 比同業呢高了6% 所以F35的銅箔基板用的是 就是騰輝 那甚至現在新冠會員啊 哇這個呼吸器啊 的那個CCL 騰輝電子也拿到 所以真的很厲害 那它是唯一拿到了這個 AS9100航空品質的這個認證 這個全亞洲第一個拿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另外一個 它也打入了這個超級的這個車跑 像這個Tesla 然後保時捷 勞斯萊斯這個訂單 那它是這樣 它比同業很晚 進入這個領域 曾經在10年前 連虧三年 累計虧掉一個資本了 哇這公司差不多 已經快不行了 這時候呢 關鍵人物 那就是這個現在的董事長 勞開祿 當時他是回鍋 來救這家公司 那中國的這個同業的話 有一家公司叫生意科技 看這個騰輝不行了 來 我把你收購 結果勞開祿來了以後 就跟生意科技來講 我回來不是來投降的 我是要怎麼樣 來救公司的 所以引進了這個台達 還有這個群電的這個資金 但重點是F35這個CCL 銅波機板很難做 為什麼 金武的武器的話呢 它對電子的這個儀器的安全性的 要求度很高 所以你在這個銅波機產的 生產的過程的時候 不能有氣泡孔 不能氣泡孔 在聯合的過程 那為什麼 你氣泡孔出現的話 那個電子的信號傳輸有問題 甚至嚴重的話 灰機還會試試 好 所以這是台灣的驕傲 我們的同位電子 竟然是提供F35 以及許多的軍武的重要的 銅波機板 那更不要講我們的台積電 所以在後疫情時代 中美戰爭有不同風貌 教授 是的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 產生了一個所謂的貿易大戰 大家不斷的升高關稅 對不對 不只是美國提高 這個從中國進口的關稅 中國也提高 這個大豆 或者其他的東西進入到美國 那這個是2018年 但是時間一變 這個從貿易戰 其實現在慢慢進入到這個科技戰 剛剛講到5G 其實5G 大家常常會認為說只是手機 其實5G真正還有兩個最大的戰場 一個戰場就是它的通訊設備 跟它的機地台 各位可能不曉得 華為是世界上最大的4G 這個機地台跟通訊設備的廠商 所以美國要求這些國家 要買新的設備 不要用華為的5G 可是對英國對德國對義大利來講 它重新去買Ericsson 或者它去買Nokia 成本差很大 成本差很大 它從華為這個升格upgrade 從4G到5G 我也許只需要500億 我去買Ericsson 我從頭買起我要花5000億 所以其實美國就是川普 做了這個呼籲以後 十幾個盟國裡面 唯獨只有澳洲做了承諾 其他都是跟它打迷糊戰 第二個5G非常重要 就是剛剛講到說 因為5G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這個 我們叫做低延遲 就是它的反應非常快速 所以我們在做自動駕駛汽車的時候 它的那個訊息必須要在 0.0001秒鐘就要能夠進來 要不然後我就撞到人了 因為那個人 會撞車 撞車撞人 對 所以如果我要讓我的這個自動駕駛汽車上路 我用4G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用5G 所以現在5G基本上它又必須要連到這個衛星 那麼我們要知道在衛星導航系統裡面 美國過去有GPS對不對 GPS打遍天下無敵手 對不起 未來的10年 中國大陸有所謂的北斗 那麼歐洲有所謂的伽利略 那麼蘇聯也搞了叫Gronas 就是有4套系統 各做各的 以後不是大家都只用GPS 那麼也許手機可以有4套東西 但是基地台只接受一種東西 所以基本上誰裝了華為的基地台 誰可能未來就會使用北斗衛星 所以在一帶一路裡面 中國大陸推的就是北斗 這個是美國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美國不害怕它的手機品牌被搶走 美國害怕的是衛星導航跟這個基地台 被華為拿走 那我們剛剛談到 後疫情時代的中美戰爭 不僅只是在5G 也在晶片的戰場 你看台積電會去美國嗎 我認為一定會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是現在世界上 唯一能夠真正高這個良率量產 5奈米 7奈米 5奈米的產品 包括三星還做不到 Intel更不用說了 那麼其他包括像 Global Funds 已經放棄了 所以基本上台積電還要馬上 再入足投資3奈米 那麼加上一些技術會變成所謂的2奈米 那這些東西做出來的東西 將來都是放在軍事或者特殊用途上面 那麼美國不可能讓它在這邊為中國大陸生產 那台積電的股價會怎麼做反應 其實今天受到外資賣超了這個3萬張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問題 都是這個外資 那外資覺得這個現在台股來到這個位置的話 還要再連線整理 所以呢不客氣的就賣超了這個台積電 所以呢取決於外資這個進出的態度 也就是說外資不停賣台積電就還不會漲 不過時間拉長的話 而且它現在有一個艱難的選擇 到底要不去美國 對啊 就是這個地方大家還看不出台積電 它是我覺得台積電它現在是拖啦 最好要是我是台積電的決策人員 我已經拖到11月份看美國大選吧 再來做決定 再skin planting 再次壓 nodes 兩個小們 公土 happened 餘下 駅 駅 Apollo 左 審